179成報 尖沙咀一攬指標書物業遭回收 2015年7月10日地產 B02本部特訊 近日中港股市持續波動 歐美經濟前景存在不明朗因素 加上美國聯儲局表明今年底前會有加息壓力 以至本港物業投資氣氛轉趨淡靜 由中原、工商鋪、商鋪部獨家代理以公開招標認識 出售的尖沙咀柯市電道太極大流一攬指物業 剛於作日植標項目接獲標書但因出價美扶業主要求 故業主決定暫時收回物業項目將交由中原、工商鋪 繼續獨家代理處理跟進事宜 中原、工商鋪、預期項目發展潛力大、罕有升高 相信代理整體投資氣氛改善後 細將吸引更多發展商購入作日後發展之用 地盤面積5457平方尺中原 工商鋪、商鋪部高級營業董事蔡志聰表示 於昨日截標的物業位於尖沙咀柯市電道132至134號 太極大流一攬指物業合共存在81.25%業權 受中港股市波動大所拖累 令市場流動資金被大幅凍結 加上欺債問題未見有明確解決方案 美國聯儲局有發出今年底前將會加息的言論 在種種不明朗因素困擾下 不少准買家轉持觀望態度 項目接獲標書但出價未特業主要求 流令達49年的太極大流一攬指物業 地盤面積約5457平方尺 以現重及年租約方式交易 項目早前增獲多間發展商注目 研究其重建發展潛力 蔡氏表示 市場預期歐美經濟陰霾可望於短期內適宜 加上下半年深港通推行在職 細將有利資金重回本港物業投資市場 他相信太極大流的罕有性及重建可塑性 以及貴重程度 仍會吸引市場注目 如遼只待市場氣氛明朗後 必在掀起發生一輪物業爭奪戰